上一讲我们说到了 在公元前206年的年初 项羽颠覆了楚怀王定规则的资格 取得了主持天下分封的权利 那实质上呢 就是由他项羽来安排反秦成功之后的天下秩序 这里说的天下 基本上就包括秦始皇最初设立的36个郡的区域 那项羽分封的第一个诸侯是谁啊 就是他自个啊 西楚霸王 封地有九个郡 占了36个郡的四分之一 这个地盘是很大的 远不只是他起家的江东那一片地方 还包括了什么原楚怀王占据的楚国土地啊 原来魏国东部的大片土地 还有一块就是威慑中原和关中的战略要地南洋郡 这么一大片 这没问题啊 因为他项羽功劳最大 多大一片呢 我在文告里面附了一张图 你可以去看看 好了 那剩下来的区域要怎么封才合适呢 其中最麻烦也是最首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怎么封刘邦这个人 这里面的门道可不少啊 这一讲我们专门来看看当时的刘邦问题 在后来汉代的文献里面啊 项羽封刘邦这个过程啊 汉代人写下来那是充满了阴谋论 简单来说啊 就是项羽啊 违背约定啊 坑了我们的汉高祖刘邦啊 根据史记项羽本集里面的记载啊 这项羽和藩增想对付刘邦 但是双方在鸿门宴上已经达成和解了 不好再翻脸啊 但是项羽肯定不想履行楚怀王的约定 什么约定啊 谁先平定关中 谁当关中王的约定 让刘邦痛痛快快的在秦朝原来的地盘上称王 可是呢 这项羽又担心违背约定啊 这名声不好听 那所以怎么办呢 于是项羽就密谋把刘邦封到巴蜀那边去 项羽就说了一句话 说巴蜀道路险阻 秦的那些被流放的罪人都迁居到那里 所以你看 这就好像要把刘邦像罪人一样流放到巴蜀那 这就是史记里面的说法 但是这样做也得有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啊 就又添上了一个汉中的地盘 汉中也算关中的地方嘛 这样项羽就不算赴约了 于是刘邦就成了汉王 他的封地呢 就包括巴蜀和汉中 这两大块 后来汉朝的汉 包括我们今天汉人的汉 就是这么来的 那如果你对中国历史地理没有那么熟悉啊 我要对汉中这块地方多解释两句 你从现在的地图上看 汉中属于哪 属于陕西省 那在战国时候呢 他也属于秦国的地盘 所以从广义上来看 确实他属于关中 但是啊 你要真到实地去一看 哎 发现不对 这汉中是个盆地啊 四周都是山 汉中和今天陕西西安所在的 就是关中平原之间 隔着个秦岭哎 那是个又高又长 纵深还特别大的一片山地 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很难翻阅 而汉中和巴蜀呢 也就是和今天的四川呢 只隔了一个大巴山 大巴山呢 虽然也很难翻阅啊 但是那个艰难程度和秦岭是没法比的 所以啊 从自然地理上讲 汉中其实和巴蜀更是一体的 所以你要理解当时的政治局面 这个地理你先得理解 我顺便说一句啊 李白不是有一首著名的诗 蜀道难吗 威虎高在 蜀道之难 难于上青天 请问这是说的哪呢 按照当事人来说 真正难走的蜀道 哎 不是在四川 是从长安穿越秦岭 到达汉中的那几条道啊 很著名的什么陈仓道 包邪道 紫武道之类的山路 这几条古蜀道在哪啊 在今天的陕西省境内 不在四川 好了 我们还是说回来 在汉代的时候啊 大家都一口咬定 这项羽啊 坑了我们的高祖刘邦啊 但是别忘了啊 我们今天讲项羽平传 主要的材料来自于哪啊 史记啊 那写史记的是谁啊 司马迁 那是汉朝的官员 他是带了有色眼睛来看 这件事的 比如司马迁写史记 高祖本记啊 就是记载刘邦的传记里面 说的就很直接 说人家项羽赴约更立 佩公为汉王 佩公就是刘邦了 更立这两个词很关键啊 就是更改的意思嘛 意思是刘邦本来应该封王关中的 但是项羽背信弃义 他没有这么做 是改立刘邦为汉王 那汉代人这么说 是不是情有可原 当然 因为只有把这件事讲成一个项羽赴约 就是背心其异的故事 刘邦后来挑战项羽才有正当性嘛 这汉朝才有个来历嘛 好了 我们今天的人当然要问啊 真实的历史是怎么样的呢 让我们回到历史现场 项羽要分封天下了 请问谁该封在关中呢 就是秦国过去的那块地盘该给谁呢 刘邦就说 根据以前楚怀王定下来的那个约定 应该这个地盘给我 但是旁边有一个人不干的 谁啊 第三讲我们提到的秦朝的降将张涵嘛 张涵就说 你们大伙别忘了啊 当时跟我煞血为盟的时候 不是承诺封给我拥枉了吗 过去关中属于古雍州啊 关中这个地盘 怎么说好的人给我的啊 根据史记的记载 这个盟约什么时候定的呢 公元前207年的7月定的 那那个时候 刘邦在哪 在河南南亚还没有入关来 刘邦入关接受秦王紫英的投降 那是三个月之后的事 也就是说啊 注意一下时间线 在项羽跟张涵定盟约的时候 还不能说刘邦 就一定会比项羽先入关 更何况呢 项羽他们当时也根本不清楚刘邦这边的进度啊 所以项羽当时承诺把关中封给张涵 很明显不是诚心要对付刘邦 在这我们也顺便澄清后事的一个误解啊 项羽其实自己一开始就没打算要关中 而不是看到秦朝公事被烧残破之后 挑肥减兽才决定不要的 你看他早就承诺给张涵了嘛 现在我们来看 关中这片地方答应给张涵再现 这是个先来后刀的问题 但是请注意事情还不止于此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权威的层级问题 刘邦现在拿在手里的那个约定 所谓先入定关中者望旨 只是楚怀王和楚国驻将的约 是楚国内部的一个约 而跟张涵煞解为盟的那个约呢 则是项羽代表诸侯将领们和张涵签订的 那这个约就相当于是诸侯层面的一个约 那你想想看哪个层级更高呢 所以啊 无论是从先来后刀的次序上来讲 还是从权威的级别上来讲 张涵被封在关中的优先级都要高于留邦 你在当时让你来主持公道 你可能也会这么说 那好了 这刘邦要不要封王呢 要封的话封在哪呢 之前说过啊 项羽和诸侯将领们把灭秦的战功列为优先原则 根据战功的原则来封王 具体的操作基本上是 谁打下了哪儿就封在哪儿 那好 刘邦也是诸侯将领 他也有战功的 他确实抢在其他人前面打进了关中 还是他接受了秦王紫英的投降 这就是说即使不根据楚怀王的那个约 而是依据项羽的分封原则 就是战功原则 这刘邦他也应该封王 而且也应该封在关中 这一来呢 带来一个问题 就是一锅饭 一块地盘 几家人都要吃 那就只好怎么办 分而失之嘛 所以项羽就玩了一个概念游戏 关中确实是关中 你们都应该放在这儿 但是关中这个概念也分狭义和广义啊 狭义的关中是哪儿 就是关中平原 你摊开今天的地图一看 就是今天西安附近的那块地方 所谓八百里秦川 但是广义的关中 那就大了去了啊 就是所有战国时候 秦国的地盘都算是关中 对啊 战国的时候 东方六国的人说起关中 可不指的就是秦国那一大片吗 项羽说 那我就按照这个广义的关中 来给你们分蛋糕 史记是这么写的 说项羽分关中为四国 意思是项羽把整个秦的故地 分成了四个王国 分别封给了刘邦和秦的三个相将 你可能听到这儿有点纳闷啊 把关中封给谁 不是张涵和刘邦这两个人之间的矛盾吗 怎么冒出来四个人呢 没错 就算是那个狭义的关中地区 也没有都分给张涵啊 事实上呢 项羽把他一分为三 以咸阳为核心 你脑子里出现一个地图啊 咸阳以西 分给了张涵为雍王 咸阳以东 一直到黄河为界 分给了司马兴 这叫塞王 而关中北部 则分给了董义为敌王 怎么冒出来这么两个人啊 一个司马兴一个董义 这两个人啊 都是张涵的重要的部署 表面上的理由呢 是劝张涵投降有功 所以项羽也让他们分享了关中 但实际上还有一层更深的考虑 你想 这关中什么地方 兵甲必争之地 可攻可守 在当时号称叫百二之地 意思是 就算有一百万人来进攻 也只需要有两万人 就可以守住关中 所以叫百二之地 秦就是以这里为基础 发家 然后兼并六国 统一天下的 如果把关中这片宝地啊 整个都封给张涵 这么个厉害角色 那么凭借这样的险要之地啊 难保他今后不重演 清国兼并东方六国的故事 把关中一分为三 就分散了关中的力量 那具体怎么分的呢 也很有讲究 咱们就说说张涵 跟司马兴的封地 那这一讲牵扯到很多地理知识啊 我建议你是打开地图 边看边听 你看啊 项羽把咸阳以西 整个渭水河谷 封给了张涵 这有什么好处呢 好处就是张涵可以看着刘邦 为啥 因为这一片地方可以监控穿越秦岭的几条通道 刘邦要是胆敢从汉中出来 他必须得通过这几条通道 张涵正好可以看住刘邦 那把咸阳以东一直到黄河为界啊 这么一大块地方封给了司马兴 除了司马兴劝降张涵有功之外 还有一个原因 这司马兴和他们向家关系很好 司马兴曾经救过向梁 对向家有恩 在秦的三个投降将领当中 项羽最信任的人 其实不是张涵 而是这个司马兴 他的封地呢正好堵住从关中向东出来的三条通道啊 什么韩谷关呢 武关呢 临近关 哎 这堵的就是张涵出来的路 项羽的安排等于是让张涵看住刘邦 而让司马兴看住张涵 这也真是环环相扣啊 你看项羽封刘邦为汉王 把他封在巴蜀和汉中 这背后是有这么多考虑和门道的 并不像后来汉代人写的那样啊 充满了阴谋论 要说项羽不信任刘邦 哎 项羽谁都不信任 要说他防备谁 他是希望新封的这些王互相之间都防备 站在当时项羽的角度来看 完全好理解嘛 好了 这一讲 我们讲清楚了刘邦的问题 那么其他的王是怎么封的呢 最后形成的是怎样的一个分封体系呢 我们下一讲 接着说